走在防風林裡 就像虎青的懷抱一樣 滿滿的安全感 把強勁的海風隔絕在外 所以在以往的話 河邊 我們河邊 河堤河岸就比較多 這都是算防風林裡面 這都是人為重的 對啊 對啊 面海第一線的植物 要能抗旱 抗風 還要能抗鹽分 發揮定沙和守住 海岸線的任務 定沙啦 但是總是它也有擋風 這幾十年來就一直退縮 桃園市大園區 許錯港的海岸線 30年退縮將近200公尺 一座座倒在灘地上的 軍事碉堡 訴說著大自然 化桑田為滄海的威力 我現在看到 那邊也有一個碉堡 你看 你那個木馬黃都沒有成功過就對了 對啊 對啊 你看那木黃都很海很低 這是典型台灣西半部海岸造林 第一線是草本定根固殺 其次防風 耐嚴的灌木 第三線是苦練 木馬黃等僑木 為海岸線聚落和糧田 築起一道道的防線 但這樣的造林方式 擋不住海岸線退縮 傳統造林模式面臨挑戰 桃園市政府配合企業社會責任 在原有的海岸林帶 結合人與樹共好的精神 透過綠狼把破碎的海岸林帶串起來 都不在度 要那麼輕 所以它這邊是原本的防風林嗎 這是 對對對 原始林 這是綠色狼道發揮出來的效果 看這邊整片活得很漂亮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整條路都要富裕起來 桃園濱海綠色狼道造林計劃 要在五年內種下16,800棵樹 結合社區投入浮育管理 讓造林永續經營 所以說這個樹如果能夠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我們就可以確保它的生活下來的機率 就會大幅地提高 一顆樹在未來20年 它可以吸收240公斤的一個二氧化碳 它除了可以提供野生動物在那邊棲息的環境 二方面它可以提供野生動物在裡面 自由通行的環境 打造一個綠色緩衝帶 過去海岸造林 單純從人的需求出發 現在進一步創造生物多樣性連結 打造人與環境共好的場域 守住台灣1.1滴正在消失的邊界